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服用方法 药后调护 请自学 第一 服药时间 一般来说 如果没有任何要求的话 服法是 在饭前一小时温服 以利于药物尽快吸收 对胃肠有刺激的方药 以饭后服用 以防产生副作用 驱虫剂和煮水剂 以清沉空腹服药 止虐剂的方药 亦在发作前两小时服用 急症 重病 可不拘时服 慢性病 应定时服 使之能次序发挥疗效 根据病情的需要 有的可以一天束服 有的可肩泡带水 实时饮用 个别方计 古人对服药的时间有特殊要求 如机民伞 在天民前空腹冷服 效果较好 这些可做参考 要特别注意 补义方药 与安神方药的服用时间 补义方药 应空腹服 注意 是空腹 不是饭前 空腹服与饭前 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我认为 空腹服是服药前与服药后两小时都不进食 以免进食干扰药物的吸收 同时也防止不异药 滋溺爱慰 影响进食 有人把饭前服 理解为空腹服 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还有一个 定于安神方药的服用 一般教材说 临睡时或睡前半小时服用 我认为 这主要是指治疗失眠的病症 这样的服药时间 似乎是按照吸药的 正经催眠药的服药时间 因为吸药的成分确切 药理效应清楚 而中药治疗失眠是通过调养达到安神目的的 作用柔和缓慢 所以用中药安神方计 最好在睡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服用 比较合适 关于服药时间 前人也有服药的论述 是考虑病位的上下 远近 从有利于去邪和养生而论的 也可供临床参考 如神龙本草经记载的 并在胸格以上者 先食后服药 并在胸格以下者 先服药后食 并在四肢血脉者 以空腹而在淡 并在骨髓者 以饱食而在液 第二 下面我们说服用方法 运用汤剂 通常是一日一剂 将两次兼煮的药液混合后分两次温服 必要时也可以兼煮三次分两到三次服用 对于一些急症重症 也可一日连服两剂或更多 比如高热的病症 一般情况下 用粮药治疗热病 以粮服 这就是以其物理的含粮 助其清热泄火作用 用温药治疗含病 以热服 这就是以其物理的温热 助其温散寒邪的作用 但是如果出现阴阳格局或病药格局的病情时 以热药粮服 粮药热服 这就是凡左服药法 应特别注意下面的思想 在使用俊热药或毒性药时 应审慎从事 一先进小量 而后逐渐增大 直至有效 则止 不可过量 以免发生中毒 就算使用无毒的药物 想要使用大剂量的时候 也应该有一个 从常规剂量到高剂量 逐渐增加的过程 比如 补养环武汤的黄芪 原柱中用四两 相当于现在的120克 初次使用应该从30到50克左右开始 根据病情逐渐加大剂量 对这个问题 他会有提供的问题 就是在增加的确药 因为我们在增加的确药 也有很多地方 就是在增加的确药